大家好,今天在俄罗斯发生了大宫的返游事件 地点是在马哈齐卡拉,目前的达基斯坦 马哈齐卡拉已经关闭了当地的国际机场 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当地的穆斯林针对犹太人 这是从以色列返回当地的犹太人 他们要下飞机遭到了达基斯坦方面 穆斯林的反击,禁止他们下飞机 并把他们要赶出俄罗斯 大量的穆斯林冲向机场 愤怒的人群包围了跑道 所有人实际上都冲向了以色列 从以色列回来的飞机 现在实际上互联网上出现的是 这架飞机的信息是首先在互联网上 社交媒体上公开 说以色列犹太人乘坐了一个飞机的相关信息 随后大量的穆斯林年轻人抵达机场 现在军警已经封锁了机场 机场已经被完全封闭 马哈齐克拉,达基斯坦 大量的穆斯林 他靠近格鲁兹尼 靠近车臣 都是穆斯林 现在以色列正在进攻巴勒斯坦 加沙地带 所以引起了穆斯林的反抗 军警现在已经封锁机场 从现在整个的机场情况下看 高举巴勒斯坦的旗帜 这是在机场 机场外也聚集了大量人群 目前整个事件造成四人受伤 很多人是从栏杆上通过 结果摔断了腿 被救护车带走 达基斯坦现在整个的机场大门 全部被抗议人群封锁 机场内部 大家看 机场内部也全是抗议年轻人 目前有30多人被逮捕 现场的局势已经控制住了 他们要求将犹太人驱逐出 他们的土地 不允许犹太人的飞机降落在 马哈齐卡拉 不允许犹太人的飞机降落在 达基斯坦共和国 可以看 这是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 实际上是穆斯林 大量穆斯林的反游 但俄罗斯大事 俄罗斯有300多个民族 其中也包括犹太人 俄罗斯首席 犹太人的 叫拉比 犹太人拉比 首席拉比 他今天的讲话 呼吁在达基斯坦发生这件事的背景下 不同信仰的信徒 防止极端分子破坏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和平 需要构建友谊的桥梁 而不是破坏这个桥梁 这是拉比 也是犹太人的这个领袖 他讲的话 可以看啊 这个现场还是有大量人群聚集 这是最新的一个情况 卡罗夫呢 昨天那个 讲话呢 实际上也是对巴勒斯坦方面 表达支持啊 但是现在俄罗斯东方普京呢 是相对谨慎啊 因为俄罗斯国内也有犹太人 也有穆斯林 那这个事件呢 后续啊 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会调查啊 是谁把犹太人 从以色列飞来的这个信息航班 航班的信息啊 公布到了这个互联网上 并呼吁 年轻人上街 那在乌克兰方向呢 昨天呢 乌克兰国内呢 也出现了这个 犹太人和这个穆斯林之间 这个冲突 是从顾应兵啊 顾应兵之间这个最新的消息 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一名英国顾应兵 英国顾应兵 他的父亲呢 被告知啊 自己的儿子在扎布洛地区 受训 被发现尸体呢 在下水道中被发现 是公兵叫丹尼尔伯格 他的DNA检测结果呢 已经出来了啊 尸体呢 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裔的 阿尔及利亚公兵 叫阿卜杜勒·费塔努林 发现的 那这个 澳大利亚裔的阿尔及利亚公兵 他呢 告诉警方 他是误射了伯克 鲁林此前表示呢 他在失踪之前 与这个英国人一起在训练场训练 随后呢 他离开 就没有再联系他 但是随后呢 在下水道发现这个尸体以后呢 他呢 承认是在训练中误射 误射的这个伯克 打死以后呢 把他丢在了下水道 那看来呢 就是他做的啊 做的以后呢 他认为是误射 不是故意杀人 现在呢 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英国方面呢 包括太阳报也报道了一个事件 乌克兰警方呢 拒绝证实 努林是否已经离开了乌克兰 那这个伯克呢 现在来看呢 他很有可能啊 是与这个 关于以色列和巴斯坦啊 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这个仇杀有关 就是在战场上 过去啊 双方呢 都是在一个战壕里都是顾问兵 但是呢 可能他支持啊 像英国 美国他支持这个以色列啊 对加沙地带的袭击 结果同一个战壕里边 这个穆斯林 阿尔及利亚的这个 澳大利亚籍 阿尔及利亚的 顾问兵 结果开枪射杀了英国人 所以我还是提醒啊 在海外的一些华人 就现在穆斯林和 这个十字军啊 画十字的这个英国 美国之间这些 啊 犹太人 之间这个冲突啊 咱们中国人 啊 我觉得 一定要表现出智慧 不要参与 这个实际上呢 会形成大规模的 种族性的屠杀 金正恩呢 昨天也发表了讲话 这个金正恩呢 是 非常强烈的啊 表示 朝鲜从未承认 以色列是一个国家 朝鲜和以色列 目前没有建交 金正恩的这个表态 也很有意思 现在俄罗斯国内呢 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啊 可能是对 国内啊 现在穆斯林啊 和这个犹太人之间啊 这个冲突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 啊 要通过这个宗教力量啊 进行控制 因为如果不控制的话 俄罗斯啊 这么大领土 如果发生这个动荡的话 那么整个穆斯林啊 会很难控制 特别是高加索方向 会和犹太人发生内战的啊 另外呢 今天呢 在马里方向 也有最新的消息啊 瓦格纳顾文兵呢 今天在马里方向 这个作战情况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马里东北部呢 从25号开始呢 发生了大功的交火啊 那么现在瓦格纳工兵呢 在马里方向的战斗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昨天呢 马里方向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啊 主要是基金分子 袭击了马里北部啊 叫阿盖洛克市 一处废弃的马里的 稳定团的军事基地啊 可以看现场这个 军事基地啊 遭袭击的画面 那部队呢 已经从阿盖洛克撤军 托尔雷格叛军呢 现在已经抵达了阿盖洛克 并夺起了装备和车辆 稳定团呢 现在已经撤出了这个方向 阿盖洛克在这啊 他是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方向 目前这个方向呢 还是由叛军控制 25号开始呢 对加奥市和阿内菲斯市 附近的军事基地啊 大公共进攻呢 被瓦格纳公兵阻止 两支激进的伊斯兰 武装分子的部队呢 在两座城市间啊 被战机啊 被战机摧毁 此外呢 加奥和勒雷地区 消灭了多个恐怖组织 第二天呢 在尼奥诺市附近 成功的平息了准备发动 恐怖袭击的叛军 并抓获了叛军首领 马里武装部队的行动中呢 消灭了约50名武装分子 并摧毁了武器装备 此外马里呢 瓦格纳公兵 操作TBR无人机 袭击了阿古科士 恐怖分子基地 那位于阿盖洛克的 联合国维和基地 遭阿扎瓦德武装分子袭击 该基地目前已被控制 那武装分子夺取了 最有价值的战略品 大量的装备 车辆 重型武器 那另外呢 一个身份不明的团伙 还袭击了 叫安松戈市附近的 一个联合国车队 虽然袭击被击退 但三名马里文团的 士兵手受伤 阿扎瓦德的运动的领导人 在基达尔举行了会议 并发表声明 谴责俄罗斯托尔西 阿尔吉利尔 布尼纳巴索的行动 分裂分子指责 这个国家的侵犯人权 支持马里执政 执政者 并向他们提供武器 那马里当局呢 取消所有旨在遣返 基达尔营地 剩余马里稳定团 士兵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车队 那这样是为了防止 阿古洛克局势重演 并在联合国部队离开之前 归还马里武装部队基地 不过呢 目前这个消息 没有得到证实啊 现阶段马里的重点呢 是消灭激进的伊斯兰组织 并防止攻击基达尔的马里武装部队 那遭到 极端分子的袭击 并保护基地 所以马里现在这个整个战斗 还是在北部啊 这是现在整个马里的一个局势 瓦格纳工兵呢 现在在马里方向的一个战斗 从整个的战况来看 马里还是靠近 巴马克首都这个方向 那实际上呢 瓦格纳工兵 现在在马里方向这个行动 在北部啊 撒哈拉方向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方面 马里稳定团 包括联合国方面 和这个极端穆斯林 叛军之间这个战斗 目前的整个区域已经扩大 还有可能未来尼日尔 也包括阿尔及利亚南部地区 会参与 阿尔及利亚方面呢 实际上现在也对俄罗斯 表达了可以开放领空 也就是俄军的战机 包括瓦格纳工兵 可以利用阿尔及利亚北部的领空 可能进行一定的人员的补给 这是现在马里方面 就是瓦格纳工兵 在非洲的一些情况 很长时间没给大家汇报了 瓦格纳的情况 大家很关心 所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新的一个状况 那么咱回到乌克兰 回到乌克兰的现在整个的 哈尔科夫啊 也就是现在 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这个方向 那么在顿尼斯克北部的巴赫木特啊 现在的整个的情况呢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巴赫木特的目前的整个的局势啊 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在南部地区 出现了这个阵地战 乌军呢 正在以小团体 试图袭击俄军阵地 瓦格纳工兵呢 也抵达了巴赫木特啊 现在主要是在北部啊 北部作战 另外南部地区也出现了部分的瓦格纳工兵 那携带是反坦克武器啊 也抵达南部地区 那现在教堂区呢 现在已经被完全摧毁啊 乌军呢 再次出境目的是穿越附近的铁路啊 控制这个教堂区附近的铁路 此前呢 乌军曾多次尝试啊 越过铁路 但都呢 遭 俄军袭击没有成功 乌军呢 还是用无人机啊 在戈尔洛夫卡到巴赫木特的道路上啊 对俄军补给线进行攻击 试图呢 阻碍俄军沿铁路啊 沿这条铁路以及公路进行补给 乌军的指挥部在索达尔方向的计划呢 目前看来不变啊 要不断的进行进攻啊 来刺激俄军 从南部包围巴赫木特 那这样的进攻对乌克兰来说呢 没有任何的战术意义啊 但呢 这个方向呢 可以看10到15人的团体定期袭击 并使用火炮定期打击俄军阵地 可以分散俄军在这个方向的注意力 特别是分散俄军在巴赫木特啊 南部包括顿涅斯克啊 阿富汀卡方向和北部啊 北顿尼斯克利希昌斯克 也就是在奥斯基尔河方向啊 俄军的整体实力 就通过巴赫木特不断的来洗澡 来牵制住俄军在巴赫木特方向力量 所以这是乌军的想法 那今天的俄国防部呢 也公布了最新的啊 在哈尔科夫方向啊 最新的一个战况 我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那库布扬斯克方向呢 西部集团军啊 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呢 击退了乌军14 43级化旅 在新科夫卡两次进攻 乌军损失达到165人 两辆皮卡 红利曼方向的装布集团军呢 有效行动 击退了乌军21 63级化旅 突击部队在杨波罗夫卡附近 两次袭击 乌军第63 67级化旅 人力装备集中区啊 在顿捏斯克的托尔斯科耶方向 也被击备 乌军损失达到70人 两辆装甲车 两辆皮卡 南部集团军的重型火炮 以及啊 空军支持下呢 对乌军第28计划旅 第三突击旅啊 定机点进行了密集的打击 亚科夫列夫 阿特莫夫斯科耶啊 库尔九莫夫卡方向 乌军损失达到110人 两辆装甲车 两辆皮卡 另外呢 还有M77火炮系统和D30榴弹炮 也被摧毁 乌军两个无人机控制点 也被摧毁 那么南顿据斯科方向呢 东部集团军陆军航空兵 配合击退乌军58计划旅 突击部队和79空中突击旅 128谷土防御比4次进攻 乌军呢 在这个方向呢 第72计划旅的兵力集中区 在乌格达尔 沃迪亚诺耶方向 损失达到130人 一辆装甲车 两辆汽车 一门第二轮轮跑 乌格达尔方向呢 通过空天军啊 以及炮兵的打击呢 拉布尼诺附近呢 击败了乌军65计划旅 在拉布尼诺村附近的这个进攻 乌军损失达到40人 两辆专甲车 八辆汽车 另外呢 在扎波勒地区 一个电子战部队也被摧毁 赫尔松方向 由于俄军的进攻呢 乌军损失达到55人 两辆汽车两门MST 杠币榴弹跑 在哈尔科夫的 波德利曼方向啊 乌军66计划旅 一个通行中心遭摧毁 在敦尼斯科的 新米哈伊洛夫卡方向 乌军在第79空中突击旅 一个指挥中心和观察所 也被摧毁 那么在整个的 敦尼斯科卢干斯科方向 乌军44架无人机 被俄军摧毁 这是昨天俄罗斯国防部 最新的一个公报 从现在整个的情况来看呢 敦尼斯科北部地区 特别是巴哈姆特方向 以及在克里米纳方向 这个哈尔科夫这个方向的情况呢 现在来看 俄乌双方 俄军还是以反攻为主 乌克兰方向呢 它的整个的防御啊 还是在增兵阶段 并没有进行反扑 那也就是说 俄军现在在整个奥斯伊尔河 巴哈姆特方向 俄军并没有启动 大规模的反攻 俄军的这个奥斯伊尔河 渡河行动没有启动 所以现在来看呢 俄乌双方在整个奥斯伊尔河前线啊 还是要进行这个 兵力部署啊 并没有展开新的军事行动 现在还是要看 乌军什么时候要越过地尼伯河 所以俄军呢 才会在奥斯伊尔河方向有行动 最后还是要看克里米亚方向 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也在积极的在这个方向增兵 俄军呢 现在也是担心啊 在巴哈姆特 在奥斯伊尔河方向 乌军的反攻呢 夺取了 斯瓦托 以及克里米纳周边的这个控制区 几个高地 这样的话 未来要越过奥斯伊尔河的话 俄军呢 整个的战术上啊 实际上就会被乌军压制 所以目前在整个奥斯伊尔河前线 还是要夺取周边的高地 现在所谓主要的战斗 还是集中在周边高地 你包括这个 红利曼周边地区 克里米纳 马吉伊夫卡周边 这几个地区的战斗呢 主要还是围绕着高地的战斗 下一步如果要渡河的话呢 控制高地 可以帮助步兵快速越过 奥斯伊尔河 这也是现在哈尔科夫的一个主要的情况啊 现在实际上呢 在整个的 顿巴斯啊 整个的顿巴斯情况来看 包括巴赫木特 包括顿尼斯克 哈尔科夫 这几个方向来看 俄军呢 现在这个主力部队啊 俄军的主力部队 现在实际上是集结 大规模集结 而乌军呢 现在是将主力部队集结到赫尔松 还是为下一步登陆做准备 这就是现在呢 整个的俄乌战场的一个情况 那再结合现在高加索方向 发生这个返游行动 我觉得未来呢 离海方向啊 这个穆斯林和犹太人 包括基督徒 大家知道俄罗斯也是基督徒 俄罗斯是东正教 虽然现在可能会被外国利用啊 利用这个返游啊 利用这个俄罗斯国内这个穆斯林 和俄罗斯这个东正教徒之间 这个矛盾 造成俄罗斯国内的动荡 那也会分散俄罗斯在国内啊 针对乌克兰战场相关的这个行动 特别这个穆斯林 如果呢不支持 普京的行动 不支持现在俄罗斯的一些 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 这个行动的话 那会造成未来在乌冬地区 未来在整个的克里米亚方向 俄罗斯的很多军事行动 不会得到车臣 以及高加索方向穆斯林的支持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呢 俄罗斯国内啊就出现分裂 那现在看呢 整个的离海地区的穆斯林啊 现在包括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这些穆斯林国家 针对以色列 都发生这种大公共的抗议 我还是提醒啊 在这个穆斯林 在中亚一些高加索一些 这个穆斯林国家的华人 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啊 这个犹太人开设的一些这个饭店啊 饭店或者一些这个消费场所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可能会遭到袭击 甚至会有这种炸弹袭击 特别是未来以色列方面啊 与加沙地带交火 大规模交火开始 大规模的地面行动开始 有大量人员伤亡的话 不排除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啊 要谨慎啊 对这个犹太人开设这些 一些活动场所吧 或者购物中心啊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靠近这个地区的啊 相关的这个活动场所 一定要远离 我呢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高加索方向 有进一步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